好我們現在要來教大家怎麼燙布襯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說要教大家怎麼燙布襯 可是卻發現意外的發現很多人都布襯都燙不好 導致於說你的作品做起來就沒有那麼漂亮 好來來燙布襯囉 首先你要燙布襯要準備的就是什麼呢 一塊布跟一個布襯對不對 那布襯我在我們店賣的是這個有厚布襯跟薄布襯 那布襯一邊是布料 然後一面呢它當然都是布料只是一面有膠一面沒有膠 所以你在燙布襯之前你要先摸摸看哪一面是有膠的 你要面對那個布料 千萬不要說你弄錯邊一燙下去之後你就會黏在你的熨斗上 其實這種唇事應該很多人都做過 因為我也曾經做過 那小心就是說你這個布襯的這個膠呢 就是你在買布襯的時候如果不是跟我們買的話 你注意一下那個膠喔 如果不均勻的話當然你就很容易產生氣泡 有些因為品質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它就容易產生氣泡 或是說它的膠太多了 多到都透過來另外這一面這樣其實也不是很好 那我們要準備那個布料之後呢 我們先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布料有沒有平整 如果沒平整的話就是把它燙好 先把布料先整理一下 那重點就是說我們要燙 把布料跟那個布襯準備好之後 其實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就是熨斗一定要熱 你熨斗不夠燙的話你是怎麼燙都燙不起來的 有些人它個性比較急有沒有 熨斗它都還沒有燙 你就開始開始在那邊 在那邊滷一波 比較有可能滑下去 不可能嘛 所以就是熨斗一定要讓它熱 那熨斗該多熱呢 就是說我們基本上都是用棉質的材質喔 就是你就是轉到它那個有轉盤 你就轉到那個棉的那個地方 那像我的話我是用工業用熨斗 那工業用熨斗的話就是 那個你要是覺得說燙一燙 之後覺得不太熱的話 你就繼續加熱 只要不要燒焦就好了 好我們把布料呢 跟布襯先放在一起 好這時候你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燙不好幾個原因 前面會囉嗦一點哈 因為要跟大家講一些為什麼 就是說布襯本身也是 欸在想 布襯本身也是布 所以它一樣會有直布跟橫布 所以它一樣會有一個伸縮性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會發現直布的這個地方呢 它的彈性就比較沒有 可是橫的地方呢 它就有比較有彈性 所以當有些人說 為什麼我布跟布襯都剪完之後 為什麼燙一燙它就變形了呢 那是因為你去推它的關係 因為你推一推 它的這個布襯呢 就越被你越推越長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布襯 我的方式都是這樣燙的 你們大家就是 至少會做了蠻多卡包包的嘛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我的方法啦 那當然每個人都有它的美感 好 把布襯跟布擺在一起 擺到適當位置之後 請你不要 熨斗一放下去就到處亂推 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當我剛剛說的 有時候你用力推 這邊已經黏住 這邊你又推 它就已經變形了 所以我們先怎麼樣 先熨斗燙了之後 就在圓一個固定之後 慢慢慢慢的這樣子壓它 而不是推它喔 你要這樣子慢慢的壓它 那如果你覺得說 你這樣慢慢壓它 不太會壓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放平的時候呢 這邊壓一點點 這邊壓一點點 也就是說 很像那個固定的方式 先把它固定住 再求黏不黏得住 好那當然就是說 當你面積大的話 你每一個地方都要均勻的燙好 有些人他亂燙一通 他其實根本 就是鬼打牆 有一個地方他都一直沒燙到 然後就說 怎麼會起泡泡 因為你就一直沒有燙到它 所以當你這樣子呢 把它壓住之後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也壓一點點 那個地方也壓一點點 重點就是你不要 推 不要用力的去推它 因為你一推的時候 它就容易產生 那個布料 已經開了那個布襯的纖維被你撐開了 所以它就容易擠在那邊 就變成一個泡泡或是一個皺褶 好那至於要不要開蒸氣呢 我跟你講喔 那個膠啊 本身是有點 可以就是 它預熱會溶解嘛 因為它預熱溶解 才會黏在布上面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如果一直用蒸氣 一直用蒸氣的話 變成說它好不容易已經固定了 你又把它溶解 好不容易固定了 你又把它溶解了 所以就是最好就是說 我們就是乾乾的這樣燙 可以 就好了 只要燙得住就好了 像這樣子 我剛剛是不是 講話的時候一直在這邊 動來動去 所以這個地方就黏得很牢 可是你看它邊邊 有沒有看到 它邊邊還是開的 所以就是說 它每一個地方 你都要很有耐心的 很均衡的把它燙好 所以這時候 你就可以放個音樂 看個電視 渾然忘我的時候 你就會忘記說 你這個布襯燙了多久 所以你就不要用力推它 那我來示範一下 我們推的話會變形的樣子 要不然你們也不想說 怎麼會推怎麼會變形呢 我們剛剛不是放的都蠻平的嗎 像這樣都蠻平的 你看喔 我現在這邊旁邊 是不是剩大概0.5公分 這次這個自拍器 因為為了要拍比較大面積 所以架得很高啊 看不太到那個螢幕 你看這裡剩這樣對不對 你看喔 我只要一推它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它跑過去有沒有看到 所以千萬不要推它喔 那你燙不好了 像這樣燙不好了 該怎麼辦呢 趕快趁它熱熱的時候 把它撕一點點起來 有沒有看到 它膠會有一點點殘留在上面 沒關係喔 你趁它撕起來 那撕起來你看 你的纖維已經被你拉伸了 怎麼辦呢 有補救的方法都不用擔心啊 就是這個時候 你都有補救的方法 你被拉伸了 請你從右邊這邊 從剛剛你拉伸的地方 先把它燙固定 之後讓它有點像我們布料 在吃針一樣 把它全部壓均勻的 把它讓它回來 你看這樣就平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有時候你為什麼會容易燙出氣泡 第一就是你的熨斗不夠熱 第二就是你的布襯本身品質不好 那個地方就沒有噴到膠 你當然它就容易產生氣泡了 所以布襯也有關係啦 那當然就是 因為我這組布襯 我自己在用的這組布襯 但是我用了好幾年的那個 我覺得這組還蠻好用的 我才拿回來賣 好 然後之後 所以這個的膠菌 基本上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你看品質還蠻穩定的 接下來我再看 你看這邊是不是都燙完都OK了 我們就繼續 繼續來燙這裡 所以你再看一次喔 我說會變形是什麼意思呢 你看啊 現在這邊是不是都好好的 有時候我用力一推一拉 你有沒有看到 它已經稍微有一點擠起來了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應該 你看喔 你們注意看這縫份 現在是不是都大約在一公分左右 我只要用力亂推 它就跑過來了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如果你是平面的話其實還好 就頂多你到時候把它車過來就好 可是有時候你是剪有形狀的 一變形就不行了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稍微把它往回拉一點點 然後往回拉一點點 如果你覺得你的膠呢 就是那個下面的膠已經很硬了 這個時候就是熨斗的蒸氣使用的時候了 用蒸氣把它弄一點點把它融化 讓它水水的 讓它不會那麼僵硬的時候 把它融化一點點之後 我們再把它燙回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慢慢的 有一點耐心的 好這樣子慢慢燙 然後就把整片這樣子燙好 就是忌諱就是什麼 不要一直用力推 你要慢慢壓 把它壓好壓平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就OK了 那如果呢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去 有去那個遊玩的時候 我之前在花蓮買了一個 欸是花蓮還是台東啊 忘記了 反正就是某個地方 我買到的那個 這種小玉石 這個還蠻好用的 就是說你不一定要石頭 你也可以用任何比較重一點東西 當你熱熱的時候 燙完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壓一下壓一下去 利用它的重量跟它吸熱的原理呢 讓它快速的定型 這樣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家剛好有那個大理石也可以 那當你都 大部分都固定好之後 你就可以亂 就比較能夠亂推了 就比較不用擔心說 還會那個 那個產生皺褶 好你就可以像這樣子推推 然後看一下哪裡沒有燙好 這樣子 布秤其實就這樣 還蠻簡單的 那一直燙不好的人 你應該是哪裡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幾樣 你有發生什麼問題 你才會一直燙不好 那燙完的話呢 就是 還熱熱的時候 不要亂丟 你就讓它這樣子慢慢 放到一個平面去 讓它慢慢放涼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來 就是我要來燙那個 比較有形狀的 那比較有形狀 像這個是一個背心的樣子 對不對 一個像這樣子 一個弧度的樣子 那我們也是把布秤剪好 那布秤剪好 我們就是要把它放在那個中間 所以像這種東西 你就很忌諱 越燙越變形 因為你一變形 這個布秤就跑過來 你的整個袋子的形狀就變了 所以這個時候要怎麼辦呢 像剛剛說的 要先固定它 所以我們先從這個角角把它固定好 把它固定好 之後剩的我們再來慢慢燙 這樣聽懂嗎 所以千萬不要一直用力推 推到這邊 那萬一推過去了 怎麼辦 已經變形了怎麼辦 像我剛剛說的那樣 好 比如說我現在這樣推 我燙 我覺得我燙不好了 該怎麼辦 慢慢的 輕輕的把它撕開 趁它熱熱的時候 你都還撕得開嘛 你輕輕的把它撕開之後 再把它好好的放回去 然後把它放到適當的位置之後 再一下子把它壓住 好 不要讓它產生皺摺的方式 有點像那個布料吃針的方式 因為它本身 布秤就是一個布料 好 這樣子慢慢的把它 這樣再把它壓回去 這樣就好了 那有時候 心一急 你就會容易產生皺摺 也是一樣的方法 比如說我不小心 在這裡好 我假裝在這裡好了 我燙出了一個 欸 不小心要燙出皺摺 還蠻難的 就是 就是 想把它燙出皺摺 卻燙不出皺摺 平常倒是很容易燙出皺摺 就是 個性比較急 當運動沒有很燙的時候 就很容易亂燙 現在示範反而燙得很漂亮 像這樣子 如果我們有時候 不小心推到拉伸了 萬一 產生了 一個 現在要刻意弄個皺摺 好 像這樣有沒有看到 你現在這裡已經把它推成這樣子 該怎麼辦呢 把它一樣 拉開來 慢慢拉開來 然後如果你覺得它已經有點變硬了 放一點點蒸氣 讓它軟化 軟化之後呢 再重新把它壓回來 把它放好壓回來 這樣子 不要推它 你不要再推喔 越推會越糟糕 就再把它壓回來 這樣子 這樣子是不是就又回來了 這樣就OK了 這樣知道嗎 所以就是說先把我們要固定的 這個比較重要的形狀 就是不能變形的地方 我們先用熨斗把它用力壓 壓住之後 你不要 一下子就這樣亂推 你比較有耐性的感覺 你就是這樣子 要不然你數個 1 2 3 4 5 好換地方 只要不要燒焦就好了 它等一下 如果你覺得它這樣燙燙的 你就也不知道行不行 你有沒有那個可以吸熱的 你就這樣拍拍 讓它熱氣散了 你就知道它有沒有黏住了 好所以其實 這個布襯呢 還蠻好燙的啦 只要你選對好一點 就品質穩定的布襯 然後你熨斗夠燙 然後有一點點耐心 你就可以把布襯燙得很漂亮囉 所以咧 現在大家要趕快去燙布襯嗎 所以 之前那種小的作品 就沒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我就 我就 要做大袋子的時候示範給大家看 你看 這樣子整塊布呢 加了布襯之後 它就會變得很挺了 對不對 那現在它還熱熱的 你不要一下子凹它 它就會 馬上就會產生凹痕 有沒有 你看馬上 因為它熱熱的時候還沒定型嘛 它馬上產生凹痕 所以我們就像這樣子 平平的的時候 趁它還平平熱熱的時候 把它整塊 拿去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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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給它放著 或是把它拍一拍 讓它涼一涼 涼一涼之後 它就定型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 來開始做我們的作品 看完之後 有沒有對布襯 比較了解呢 那布布襯 當然也是一樣這樣子燙 好 大家加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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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